俄国防部15日发布消息称 俄中海军战舰正在太平洋水域展开联合巡逻 这意味着外界流传已久的猜测得到证实 参加这次联合巡逻的主力 正是此前东方2022演习的中俄舰艇 俄国防部称 作为实施国际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俄罗斯海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舰 正在太平洋水域进行第二次联合巡逻 俄国防部强调 俄中海军战舰在落实国际军事合作的框架内 正在太平洋水域展开第二次联合巡逻 根据俄方通报 参加该演习的俄方舰艇来自俄太平洋舰队的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 俄罗斯英雄阿尔达尔齐登扎波夫号 完美号和轰鸣号轻型护卫舰 以及佩琴佳号中型海上游轮 中国海军出动的是055型万吨大区南昌舰 054A型护卫舰严程舰和综合保障船东平湖舰